迷糊餐厅是由一位名叫高精艳野的女性漫画家所租的漫画作品 漫画共有两部用猫组狗组作为区分 猫组是高老师当年在自己的博客上涂鸦的四个漫画作品 共出了六卷单心本 狗组则是在史克威尔爱尼克斯公司看中后 在Young Gun Gun上连载的作品 从05年一直连载到了14年 共出了13卷正片和一个番外短片集 首先狗组的动画是先出的 共出了三季第三季完结正片13集之后 其实隔了三个月后又出了一个特别篇的第14集 正好补完了狗组漫画的最后的剧情 大致的剧情就是 男主的老妈回来以后 本来是不打算让男主继续打工的 结果被男主治好了孔男症的女主一波 过了男主妈妈派去的姐姐们的所有关卡 最终来到了男主家 想要劝说妈妈让男主继续打工 妈妈很感动但没有立马同意 男主的妹妹一看没有办法 只好掏出了必杀 妈妈小时候可爱的照片作为妖邪 妈妈虽然动摇了 但还是没有同意 这时候男主的学姐总导白羊冲到了男主家 然后妈妈瞬间就同意了男主打工的请求 顺带告继男主死去的爸爸 男主长大了 然后总导白羊坐在祭品的位置上 所使一家人被控到无药可救了 另外一对CP拿着50刀的轰8000代和佐藤润 则正式交往 8000代也不再佩戴刀具 并且辞职去亲戚家的餐厅打工了 而另班的位置则交给了总导白羊 至于山田和象马这两人虽然很有CP感 但故事里并没有明确两人有恋爱的感情 这是狗组的大致完结剧情 而猫组这边就显得奔放很多了 因为情感线从一开始就是锁得很死的 在猫组漫画的单行本第六卷中 最后在柳燕妹子的占卜下看到了所有角色们的未来 第一男主冬田大夫和第一女主龚月华在一起以后 做公务员的大夫抱怨的跟女主说同事有女朋友的事情 她并不在意 但非常痛恨同事秀女友做饭这件事情 打击的公务员疯狂尝试做料理 然后依旧是黑暗料理到让人无语的地步 第二男女主主力和村主的未来故事中 村主依旧负能量满满 吐槽自己被别人说是个很沉重的女人 实际上她是这么坐着的 主力确实感觉挺沉重的 他俩生了一个儿子 然后儿子也有通灵素能看见不干净的东西 而穷小子和大小姐的未来故事是 最后他俩也在一起了 并生了一个女儿 这个女儿打算长大以后 嫁给大小姐家的报标 其实在这个剧情之前 还介绍了大小姐的母亲 其实是穷小子他爸介绍的 大小姐脑袋上会开花 是祖传了他妈妈的技能 而猫组的第五卷 有很多跟狗组互动的剧情 足力其实跟静腾是好友关系 村组则是跟八千代也是好友关系 好了以上就是迷糊餐厅的 狗组与猫组的大致结局 不知道各位对这样的结局满意吗 赶紧到评论区里 说说你的看法吧